你们觉得这个帽子是跟这身衣服更搭还是跟西服更搭呢 腕表流行力天出记得气 天冷了说是帽子 如果你认为帽子只是为了防寒 那就相当于说手表只为看时间 帽子能干什么 我不说 但我希望你们在弹幕里替我说 民用帽子里跟腕表最关联的主要是平帽 flat cap 但平帽与腕表在绝大多数场景里都是处于相反的相位 反向 腕表的分类比较抽象 通勤表 运动表 商务 正装 豪华运动表 收藏继趣什么的 平帽的细分就比较具体了 比如说V帽 暴桐帽 Newsboy 包括Speedfire 烘焙店南帽 Bakerboy 没有帽檐的叫贝雷帽 但也有一定的穿搭对应 腕表 玉瓶帽 起源相反 但都有逆袭 腕表 起初是贵族的 腕表是从怀表来的 怀表都是贵族的用品 先是变成了手镯表 手链表 后来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巴西飞行家在巴黎要玩飞行 卡地亚做出了第一款现代意义上的腕表 用户还是贵族啊 你看实物就知道了 Santos 独帽的圆形的尺寸按照现在的标准是很小的 再看看现在的Santos 独帽有多大 但是平帽的起源就没这么贵族了 1571年 英国议会规定 非贵族阶层的男的 周日和节假日出门必须戴帽子 说白了就是为了拉动羊毛产业 资本主义剥削严重 老百姓哪来的钱买帽子呀 当时的绅士帽 Hat 礼帽 挺阔有形 价格昂贵 再说了 干体力活的平时也用不上礼帽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中国元朝的绿帽子典故 把青布国脑子上就算帽子了 有了 英国人把做衣服剩下的毛料八片缝起来 加个帽颜 也不用给帽罐定型 经济实惠的平帽八角帽诞生了 从出身来看 八角帽 抱同帽就是劳动阶层的帽子 因为薅的是资本主义的羊毛 所以个头也大 开玩笑啊 这抱同帽也就是八角帽 你看它这个顶部帽罐 它是由八片组成的 也有六片的 但最主流的是八片 它也可以有扣 但有简化板的这地方就没有扣了 这个地方是缝死的 还有在这加一片剃刀的 一顿什么意思吧 里边一般都是戴衬 然后现代比较讲究呢 抱同帽呢一般都会这个有这个标志啊 做这帽子最主流的材料就是推的 品牌那就是Harris推的 腕表开箱要上手 帽子开箱要上头啊 上头效果就这样 怀表与腕表的关系有点像hat与cap的关系啊 这个平帽跟怀表和早期的腕表在出身方面是凡的 中文都叫帽子 英语里分为hat和cap 希克族戴的和元朝的绿帽子顶多叫头巾hat 更体面更有仪式感 比如说礼帽啊主教帽啊 还有后来的军帽 咱们这有人喜欢这个 这个有点微妙啊 军帽与军表也是反向 后面讲为什么 再说cap 一般叫平帽 咱们这叫变帽 是hat礼帽的变通 舒服实用 这种碎毛料做的平帽推广开来了 后来人们觉得这种平帽戴着还挺舒服的 就开始流行 贵族阶层也开始戴了 尤其是在飙车打猎和打高尔夫的时候 不过贵族戴的都是那种整片毛料剪裁的IV帽 免得人家说我是耗资本主义羊毛 从这你也看出来了 贵族的平帽IV帽还是比八角帽又高级一点点的 这决定了现代着装代码的区别 我们后边讲 IV帽呢就是它这整片裁剪的 你看没有 上面没有扣也没有什么这些八片什么的 然后呢一般来讲的款式这 这里有一个N扣 这样正面看是这样 侧面是这样 稍微效果是这样 平帽在英法两国成为时尚 而法国一直保留着本土的贫民枯帽 Skate Gavors 悲惨世界里有啊 法国本土更高级的是贝雷帽 但爆童帽更具有典型性 所以你看啊 从强制底层民众佩戴到成为贵族时尚 这是CAP或者说平帽的第一次逆袭 像不像劳动部做成了牛带裤 平帽与万表的另一个反向之处就是 复杂度 大家知道万表是越做越复杂 而平帽呢一直保持着最初的裁剪 现在的平帽价格从几十到一两千 不远 但裁剪依然保持最初的经典 万表虽然一开始是贵族时尚 但一开始并没有因为出身高贵而流行 怀表嘛还是大个的好 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年 因为万表并没有完全脱离手镯表 手链表 所以时尚青年代万表常常被纸娘炮 直到一战后万表才闲鱼翻身 战地指挥官代万表 外科医生也带 这些专业又体面的人群 让万表成功逆袭 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一直流行到上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石英风潮爆发 机械的万表没人要了 手表工业眼看就要完蛋 但在八十年代 机械表第二次逆袭成功 一直火到今天 平帽则流行了四百多年 直到上十几中期才逐渐被 不戴帽子和棒球帽时尚取代 这像不像不戴表或者只戴电子表的论调 只有在这个语境下 万表和平帽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但浴血黑帮的热播 剃刀党穿搭导致爆童帽第二次逆袭 万表和平帽的第二次逆袭 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 怀旧或复古 你看啊 艾薇帽 国内也叫鸭舌帽 特务帽 前进帽 为什么 特务是什么年代的呀 三四十年代 那时候体面的着装就包括这种帽的 Special Agent 特务 当时还是很体面的哦 前进帽是49年以后的叫法 充满正能量 但体现出对体面生活的效望 爆童帽 咱们这也叫画家帽 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产物 巴黎的画家戴的都是贝雷帽 后来画家导演 为了彰显个性也戴这种帽 其实爆童帽跟贝雷帽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一个档次 虽然看起来都差不多 特务帽 前进帽 画家帽 都透露出一种底层思维 就是复古 这就是为什么万表的复刻概念总受欢迎的原因 再说说 帽子和万表 它们流行趋势也是反向的 万表过去几十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大 而平帽的趋势则刚好相反 越来越窄 就像当初大表流行 欧美人还可以 因为它们普遍比较粗壮 帽子变窄是潮流的关系 与衣服比较搭也不违和 不过说实话 潮流也好 跟风也罢 有些老外的口味也很差 就拿流行的窄窄的平帽来说吧 窄帽子就算是一个怀旧的符号功能了 跟颜值没什么关系了 这就好比很多人戴大表 只表示你赶上了潮流而已 跟品位无关 如果你脸型标志 戴什么帽子都好看 如果你身材健硕 戴什么表都显好 万表和帽子最反向的地方 是国人的选择 首先 外国帽子 眼镜都是按照欧美人脸型设计的 万表 服装 甚至汽车 也都是按照欧洲人体模型设计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尺寸的帽子 国人戴上去会显脸宽 同一尺寸的万表 国人戴上会显大 而这种情况 在帽子越来越窄 和万表越来越大的趋势下 尤为突出 照这样下去 你还会买帽子吗 好消息是 最近万表和帽子都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部分万表品牌开始出小尺寸的万表了 而帽子行业 较宽版型的帽子比重增加了 比如爆童帽和烘焙店南帽 虽然只有部分品牌开始把表做小 但别忘了 万表行业一直都有一种骚操作 就是复刻 比如欧米加的超霸 卡地亚的坦克 机家的翻转 等等等等 还有哪些 欢迎补充 万表的复古 首先是尺寸复古 就是缩小尺寸 帽子行业还有一个特殊的市场空间 那就是复古款 比如50年代甚至更早的 艾薇帽就是经典款的 理论上更适合咱们连脚宽的人群 目前只有个别法国品牌在复刻 真正的趋势还没有开始 国内的帽子厂 你们不是想弯道超车吗 风口就在这里 生产复古款 长度和宽度都增大一厘米 示意图我们都有 拿去不屑 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这个内容 先讲这么多 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这是烘焙男帽 Baker Boy 这个大家看看意思就行了 它也是由八片组成的 但是它比抱头帽还要宽大 比较胖 这个东西就是代法有讲究 这个样品本身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一般这地方是应该是有一扣的 所以这个不是特别地道 但是意思是那意思 这个料子也不对 一般经典的抱头帽也好 Baker Boy 一般都是刚才我说 就是退的 就是毛泥的 这个是一种简化版 这是灯形容的 戴上是这样 那这帽子够奇怪的 怎么像个烂面包裤在脑袋上 好问题 严格的说 抱头帽也好 Baker Boy 这个烘焙电弹帽也好 都应该是用毛料 毛泥做的 但是这款用的是灯形容 所以它自然就没那么挺了 Baker Boy它还有一种戴法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除了正规的像抱头帽这样戴以外 还有可以这样 向一边倒的 还可以向后倒的 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这样 按照传统的礼仪 平帽不管是这个艾威帽 还是抱头帽 这个扣子一般戴的时候 都不应该打开的 但是有些人他喜欢自由式佩戴 有些人你看他一想打开 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就用Speedfire来解决 这个是Speedfire 你可以叫它Speedfire 或者叫猎女 这东西目前没有特别规范的方译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可以分享给我们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是没有扣的 没有扣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自由的佩戴 可以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都可以的 但是它基本的它就是一个抱头帽 你看它应该也是八九的抱头帽来的 一般在讲Speedfire这边都是软盐 平的软盐 这个按照英国人的传统 帽子跟衣服是有穿搭对应的 你们觉得这个下面哪种比较大 后面计划讲选购攻略 什么款式适合国人 其实不用我讲你也能猜到 既然帽子跟腕表是反向的 那自然是帽子买大腕表买小了 没错 但是着装戴码 场合穿搭 帽子可以买军码吗 还有自由式帽子的戴法 机车帽的讲究 腕表与帽子的搭配等等等等 还有好多可以聊的呢 总之腕表也好 帽子也棒 除了实用功能 不都是用来提升形象的吗 感谢你的陪伴 下期见 哦对了 下期我们可能会讲一个重磅的 复杂功能腕表 防尸联关注一下 谢谢 下期见